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今集有一宗風化案的騙案, 就是有人毫比兩萬一選三條女去找服務, 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他是怎樣被人欺騙, 根據不明白的消息,一名內地男子在之前懷疑 代入網上援交詐騙陷阱,先後向聲稱提供性服務的女子科金科21,200元人民幣, 他最後連對方一面都未見過,司警接受調查案件。 這名受害者是一名內地男子,21歲,報稱商人, 在今個月20日來到澳門旅遊,在23日凌晨1時20分, 事主在網上認識了一名女子,說對方可以提供多名年青女子給他選擇, 就說可以提供各類性服務。 事主因悉深喜,最後選了一行800元人民幣的性服務, 按照指示,將獄金先轉帳到內地指定的銀行戶口。 之後另一名女子聯絡事主,說會安排三名美女去事主所租住的酒店房給他選擇, 但事主是首次光顧性交易,就要付6800元人民幣的壓金。 事主又馬上按照指示,將人民幣轉帳到內地銀行戶口。 隔了沒多久,又跟事主說會給三名美女給他選擇, 所以其餘兩名女子都要付13600元人民幣的壓金, 事主也是一樣轉帳, 給完後又要繼續問事主拿錢。 這時事主才懷疑自己受騙, 就向施警報案追究。 案情就好像上面說那樣, 他就連真人都未見過就被壓金給了21000元去啦, 都真是幾豪氣呀, 也用下腦都知啦, 好似這類這樣的東西一定是欺騙人的啦, 哪有人會叫你給壓金的呀? 你猜租店租樓嗎? 到時給了壓金, 人家走了你都催他不張拉他不長啦。 再加上這類這樣的騙案其實好難可以捉得到人的, 因為他們所用的微信都是用人頭去登記的嘛, 就是那一類所謂的三和大臣的證件和銀行戶口啦, 好似這類這樣的證件和他們叫做三件套, 價錢是你們猜不到這麼便宜的, 我沒記錯的話好似大概是1500元左右, 一共有三樣東西的, 包括了證件、電話卡和銀行戶口那樣, 所以就叫三件套, 這三件套就是那些騙子的基本配置來的, 所以人家有分身的, 你又怎捉到他呢? 而這件事是被人騙都真是可以當他是不幸運啦, 不過雖然他是被人騙, 但他都應該算是嫖客來的啦, 雖然是叫不成雞, 但不知警察會不會捉到他呢? 其實這類騙子很多都是利用一種這樣的心態, 因為你本身叫雞都不是合法的嘛, 所以就倒你不會去報警, 他們騙完你就可以逍遙法外的啦。 這件事大家都真是要引以為戒啦, 今集就跟大家睇到來這裏先啦, 你們有什麼想說就在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